今日课题是《古诗欣赏一》《七步诗一》 小朋友,陈龙马又来一个短讯,就说 老师选了我在下星期的五线行程 在学校电台里向同学们介绍古诗啊 嗯?为什么老师会偏偏选中你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他给了我几首古诗,叫我好好准备 你怎么知道那些是古诗啊? 嗯,因为我做了一些功课咯 好啊,那你讲一下 那些诗的作者都是古代人 他们写的诗当然是古诗咯 嗯,那都很有道理 例如,第一首诗的作者是曹直 嗯?曹直是古代人吗? 是啊,他是三国时代的藝国人 对啊,曹直写了很多诗的 老师给你哪一首啊? 嗯,他给七步诗 嗯,这个题目很有趣哦 但是内容就苦透了一点了 一点脆都没有 哦,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啊,假如我是曹直 我就真的写不出这一首诗咯 啊,真的想不到你有自知之明哦 真的啊,曹直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 写了这一首诗 假如是我 我就一早都吓云了咯 又怎么能够写这一首诗咯 哦,那为什么你说曹直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 写这一首诗咯? 因为,他哥哥曹丕要去在七步之内 就写成这一首诗 如果不是,就会处死他咯 哦,怪不得你说曹直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写这一首诗咯 嗯,曹直很有才学的 他不用七步就写成这一首诗咯 所以,这一首诗的题目就叫七步诗 是呀,所以我说这一首是苦诗 一点都没趣的 不错,写诗的背景是苦 但是,内容都是苦吗? 嗯,内容更加苦啊 那,内容是说些什么的? 表面就是说煮豆 煮熟了豆? 有得吃啊 有什么那么苦啊? 嗯,妈妈叫我去煮饭了 不赶着,一会儿再说吧 好了,陈小老师 吃过晚饭之后 我们先再说吧,好没有啊? 好啊,拜拜先啦 小朋友,又到了做练习的时间了 我们先看看题目 第一,三角是哪三角呢? 第二,你同意曹席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写这首诗的吗? 第三,陈龙马说 古代人写的诗就是故诗 那,他说得对不对呢? 我们一起来做练习吧 我们一起来做练习吧 第一,三角是指哪三角啊? 就是,魏,熟,嗯 第二,你同意曹席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写这首诗吗? 同意 同意 因为,如果他写不成这首诗 曹席就会处死他了 第三,陈龙马说 古代人写的诗就是故诗 他说得对不对呢? 他说得对的 不过,现代人也是可以写古诗的 各位小朋友,今天的课程就完结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